我们要找到什么呢?找到前后三名 所以要分两阶段来做 先找前三名,再找后三名 把它加在一起不就OK了? 对,逻辑上应该可以理解 就跟刚刚苗栗跟那个依然那个很满像的 所以首先你要先解决第一个前三 那前三怎么表示? 刚刚有讲过统计,统计里面的large 那large里面的话,你就找到那个 告诉他array跟k 他这边有告诉你,array是范围 所以按确定之后,这个范围里面 第几呢?第三个 那只要大于等于他 那就是什么呢?前三的嘛 那small就是小于等于那个 倒数第三名就OK了 把它加在一起,答案就出来了 对,应该很好理解 所以你可以分阶段 一,找到第三的,按确定 二,把它的公式剪下来 再重新插入一个最近使用过的3米符 然后你要找什么呢? 找range指的是工资里面 它的条件是什么呢?大于等于刚刚那一个 那特别之后,你刚刚那个什么呢? 你不能贴上这样 前面还要加一个大于等于 所以呢,前面怎么加上大于等于? 特别之后,大于等于是一个字串 那它是一个公式 所以记得哦,你要加的方式是先加一个字串 再一个串切 然后呢,这边要什么?大于等于 这样才OK哦 看了吗? 有没有? end 刚刚这个东西 否则的话,你没办法串在一起啊 那你会发现呢? 串完的结果 才会是长后面这个样子 有没有? 大于等于第三的新枝 OK,这个可能是最容易发生错误的 前面这个字串 end 刚刚第三个那个人 好了之后按确定 其实直接确定就好了 some range 因为跟range 是同一个 所以可以忽略 可以省略 有没有? 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话 这个可以空白 当然你想说那我要选 也可以啊 可是有点是多词一举 所以基本上我把它空白一下 因为我当然还是习惯 就是说公式越短越好 程式也是越短越好 所以我写出来程式尽量越短 没必要的就不要夹 OK 好,这是我的原则 按确定 好,这是前三的 那后三怎么夹? 很简单嘛 把它加上 然后把前面这一串 复制一下 贴到后面去 改1 这个改什么? 改small不就好了 small应该会拼 它会自己跳出来 small 然后把这个改成小于也有等于了 成这样子公式就做完了 打勾看看 OK 应该是没错的 如果你想要再去验证的话 你可以自己再去排序 然后再去把它抓一下 不过理论上这样应该都OK了 所以刚刚最重要的 就是第一个 最大的large 跟small 这两个 第二个就是说 你如果要把它放里面的话 一定是一个字串 串接那个东西 这样才是OK的 至于这个VBA 其实这一题也可以写VBA 大概我就没有把VBA写上去 那如果有兴趣同学 可以自己再试试看 那这个是009 前后三名工资之总和 那后面的话 我们数据函数还有一题 也是三米辅 教师研习实数统计 所以这一题如果你做完之后 请你试试看 这个是所有老师 总共这个学校有20个老师 有参加研习的 有这14个老师 那请你帮我把它前面加 这个人参加的时数是多少 那你总不能像以前这样 切过来 有没有这个老师啊 王庆祿 王庆祿 没有 那就打个0 如果李世远 有没有 有1.5 就把1.5加过来 有没有 有没有人这样在做事呢 我发现还真的有 你可以用V-R函数啦 或者是说呢 这个地方用V-R函数 可能会有个问题 因为我们后面 请你把序子2 因为有个入门班 对不对 进阶班 所以请你把入门班这个 Ctrl鍵按住 把它改成3 这一题其实题目上面有 把它改成进阶的 也就是说呢 后来又办了第二次进阶班 那进阶班里面有什么差别呢 有两个老师没参加 头跟尾 这两个老师没有参加 所以这个编号可能要重新编一下 然后时速的话呢 全部都是两个小时 好 那当然会有一些变化了 什么变化呢 就是可能你要加总的又不一样 一按Ctrl鍵向下填满 那如果说入门班跟进阶班 有参加跟没参加老师 请你帮我把它加总到前面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OK 那这个当然就用刚刚提过的方法了 想想看好了 反正应该不是那么困难 后面还会提到就是 如果你要避免掉就是说你的麻烦 通常会把你做完的结果 第一个把公式隐藏起来 不要让他看到 第二个呢不能让他变更 否则如果你公布出去放网方 就让他乱改 改完之后呢 说你看上面我的时速你弄错了 那不是产生很多麻烦 对不对 所以如何让他 第一个看不到公式 第二个呢不能够修改 那要怎么去把它资料保护 这个后面 请各位先试一下009 如果做完之后的话 再试试看那个 教师研习时速统计的这一题